朝鲜1月初实施核武器实验后 星期天又自称发射了卫星 但被广泛指责为 实施了一次远程弹道导弹实验 几个小时后 首尔宣布将与华盛顿 磋商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 也就是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 配备有可以跟踪 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 并在敌方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 将其拦截击毁 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 会削弱其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 破坏地区军事平衡 并一直向首尔施压 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 在首尔作出上述宣布后 北京立即召见韩国驻华外交官 对这一决定提出抗议 在纽约 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吴俊大使说 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是为了自卫 不针对其他国家 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属于自卫性武器 目的是针对朝鲜的挑衅 考虑部署它也是基于朝鲜的挑衅 我认为其他人不应对此感到不安 长期以来 美国 日本和韩国一直期待中国发挥其影响力 说服朝鲜遵守联合国决议 不要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 然而 平壤一而再 再而三向国际社会做出挑衅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洲事务主任迈克尔格林 上个星期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 美国不应再期待中国 会说服朝鲜做出改变 我认为朝鲜的最新试验和中国无精搭财的反应 显示这条途径不会给我们带来结果 另一条途径是我们加强跟盟友们的合作 并强化我们的导弹防御能力 好让这种合作显现出来 中国政府对朝鲜星期天的火箭发射表示遗憾 防务专家们说 韩国和美国决定 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展开磋商 可能有助于北京向平壤施加更大的压力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